东方时空 首先来关注神舟18号的最新动态 据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自4月26号顺利进驻空间站组合体以来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工作生活了32天 将于近日择机实施他们的第一次出舱活动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入驻空间站以来 先后完成了与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轮换 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 生活和健康保障 舱外航天服循检测试 出舱活动准备等工作 进行了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 医疗救护演练等轨轨训练项目 承担了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扎实稳步推进 按计划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第二次出舱安装 目前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神舟18号乘组将于近日 择机实施第一次出舱活动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这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他们为这次第一次出舱任务 做了哪些充分的准备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进行首次出舱活动之前 他们对舱外航天服进行了检查测试 舱外航天服在航天员出舱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在中国空间站里面一共有三套舱外航天服 均为飞天第二代航天服 采用滚动使用的方式 支持航天员开展出舱活动 虽然在地面训练过程中 航天员已经对着舱外服进行了无数次训练 但是由于在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失重环境 所以在正式执行出舱任务之前 航天员还会载轨进行相应的着服训练 每一套舱外航天服单次可支持工作时间为8小时 根据此次出舱活动的任务安排 航天员们还对作业过程中需要用到的舱外作业设备及工具 进行了状态设置确认 中国空间站目前是三舱两船的状态 出舱任务中 机械臂可以快速地将航天员送往作业点位 在执行出舱任务之前 航天员也会对机械臂的状态进行确认 并预先对相关的操作进行载轨的复习训练 同时航天员们还会对出舱活动手册进行集中学习推演 确保整个出舱任务能够顺利有序按照计划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